强弄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随着苹果公司宣布终止打造电动汽车造车计划 中国墙内的小粉红又来了一波集体高潮和西方阴谋论 他们认为西方引导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展新能源造车 希望中国陷入日本轻能源的困境 然而没料到中国马上弯道超车了 赶紧抱团放弃电动车 让我们看看最近的几条新闻 比如苹果放弃十年造车项目改投人工智能领域 比如奔驰放弃2030年全电车计划 比如宝马转向轻能源车领域研发 这些消息让强国的小红书上沸腾了 西方输不起掀桌子了 西方打不赢换赛到了 中国实现全电动摆脱石油依赖了 可是与此同时 中国墙内还有一种声音 说墙内的很多电动车开始向海外出口 而且量很大 中国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已经强大到无边了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集体放弃电动车 企图换赛道的原因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所谓的西方放弃电动车的说法呢 他们是真的输不起掀桌子了吗 西方是如何看待电动车制造业的呢 首先来说说西方放弃电动车的阴谋论说法 这种说法本身挺有喜感的 就连著名的YouTuber小翠财经都这么说 这智商真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 实际上西方并没有放弃电动车 只是增长没有余期大 电动车现在是可靠性不如汽油车 不过这里面改进的余地很大 事实上电动车的转动部件比汽油车少 天生就比汽油车更有改进的空间 真正的可靠性难搞的油电混合车 天生就比油车还复杂 出故障的几率是最高的 电动车最大的困难是电池 固态电池的发展相当快 有可能最近几年获得突破 应用领域首先会是航空电动飞机 美军还在搞电动坦克呢 目的是简化后勤 因此西方根本不是在放弃电动车 而是调整节奏 不想走得太快 推出太多马上就要淘汰的东西 事实上 很多人现在暂时不买车而是租车 就是因为技术变化太快 开不了几年就过时或淘汰 那还不如租车等技术成熟了再买 至于说中国 这次确实弯道超车了 不过超道场外去了 众所周知 中国做任何产业都是举国体制 合肥模式生产一大堆不成熟的东西 耗尽资源 没有自由市场 用完国家的补贴 然后建价去清销全世界 问题是新能源车的竞争远远还没到终点 不仅轻能车 固态电池的种类都还有很多研发中 现在的电动车有那么多缺点 怕冷 续航里程短 最重要充电桩的设置成本也高 而强国宣传的电动车 清销到海外 你不会真的以为非洲 南美洲到处都是中国电动车吧 目前 台湾和日本也没有到处都是充电桩 这种事情本来就需要慢慢来 但中共国瞎搞一气 举国体制 大事态 大权力 就是大翻车 中国电动车产业就是做死的节奏 富国卖不动 砍价卖给穷国吧 结果人家没有充电桩 这件惨案会有多惨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而且自动驾驶内部的芯片跟科技软件 这个也不是中国的强项 虽然中国会做 但总比不上芯片科技大国美国 美国还没叫牌 中共就开始搞炸糊了 小粉红的西方阴谋论 不过是受了强国融资商业鬼才画大饼的蛊惑 最多算是科技泡沫 很显然 现在发电技术并没有那么先进 损耗太大 中国现在只是重复前几年疫情而已 嘲笑国外无能力封锁 等强国反应过来 这样能源损失过大的时候 国内车厂纷纷倒闭的时候 小粉红就笑不出来了 当然 到时候他们可以说 中国车企当断则断 中国又赢妈了 接下来 我们在谈谈另一种声音中 认为中国电动车领域 强大到无边的认知 究竟正不正确 客观来说 中国车企的优势 还是来自于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还有政府偏心的政策引导 像免购置税 上牌优先 抬高油价等等 更不用说 很多地方政府名牌补贴了 如果是中国制造出口到国外 那就没有政策补贴了 这点比亚迪已经在做了 我们可以看东南亚 和新西兰地区的车价 并不是很便宜 什么时候以纯进口形式 到我们美国这里 没人知道 如果是到海外开工厂 卖给当地 那么中国车企 连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势都没有了 现在中国车企 还根本不敢参与这种级别的竞争 比如 比亚迪家用车来美国开工厂 雇佣美国工人试一试 和丰田美国工厂相比 还有打价格战的资本吗 中国车企离不开 中国特色的奴隶制度 如果放任中国车企清销 欧美将损失巨大 但中共国试图转型国际车企就地生产 和欧美日巨头同台竞争 他们将原形毕露 中国很多东西之所以看起来强大 是因为有西方技术 人才 资金 管理经验的输入 外加低人权优势 带来的物美价廉 一旦切断这个管道 就不可避免的网房电话 只要中国人能进入的领域 就会发挥大规模奴隶集体劳动的优势 把成本降到不可企及的低 技术领先与否反而不重要 在海外 有些人推销中国产的电车 我问他们自动驾驶技术怎么样了 他们没一个人回答我这个问题 说到底 特斯拉这个大玩具 也就自动驾驶有技术含量 就一个电动机 加四个轮子 这种玩具 现在唯一在炒的就是电池 各种电池升级 跟苹果手机多一个摄像头 少一个摄像头 没什么区别 本质上来讲 提到电动车 车子本身不是能源 电能也不是新能源 整个新能源汽车宣传 就是一种营销手法 电能是所有能源中 用途最广最好用的 但是它的生产手段 存储运输都很麻烦 造成了它的稀缺 以及价格高 归根结底 总结一下 你会发现 西方放弃电动车 打不赢中国换赛道 这种说法 完全是子虚乌有 根本没这回事 只不过 这个假新闻 在中文圈 非常有市场而已 下大旗的小粉红觉得 中国电车太强大 西方人怕我们了 厉害了我的国 很开心 信了 叫床听床的反贼 觉得西方要和中国脱钩 正是打左派了 第一步从排斥电车 开始也很开心 也信了 于是 这个无论从粉红 还是反贼角度 都能解释的双赢信息 就这么有了传播度 我们下期见